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很多国家人民都表达不满啊 但我不跟你真的啦 你想讲美国就美国 开心吗 开心 好 反正现在呢就是有越来越多人在抗议嘛 那我就是觉得这些人都以为病毒不可怕啊 只是个流感之类的 我觉得就是两个字反制 其实也不能这样讲啦 不能说反制啦 这些人就是为了心中正义在抗争啊 到底是什么正义啊 就是难道政府都放给大家乱走 到处乱喷口水乱散播病毒就比较正义吗 他们的重点就不是在防疫啦 是觉得这个政府呢 不应该限制人民的选择权 应该就是要把资讯都公布出来就好啦 那剩下的要交给人民 要信任人民自己可以做决定 所以是觉得政府的判断有问题吧 嗯 好啦 如果我家总统是川普 我也会觉得很抖 哎呀 其实这个不信任政府 真的是其中一个原因啦 那最主要就是觉得 总之 这个事情不能让别人都把我决定 我就结果我自己负责 就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自主权的抗争嘛 对不对 对 在这些人心中呢 我的自由是不应该被侵犯的 就算是现在这种危机状况也不可以 可是到底是觉得什么东西被侵犯这么严重 不就是关在家里防疫吗 啊 第一个最重要当然就是工作权嘛 那之前我们有聊到相关的话题啊 美国相较于台湾呢 是比较没有储蓄的概念 所以领周星 每周用到光光的人这个比例很高 那这样一没有工作生活就很快就会有困难啦 啊 不然我没有去工作的话 那我日子怎么办 我没有钱啊 呃 好啦 我觉得这个工作权 我有一点可以理解 但有别的吗 哎 其他最常被拿出来讲的 就是规定不可以出门 还有规定要戴口罩这两件事 是 这我真的不懂 因为到底有多厌恶戴口罩这件事 现在美国疫情这么严重 每天都有人真的是去世去见上帝 为什么还一定要这么坚持出门 这么坚持死都不戴口罩 我看到新闻上海人讲说有人这个进便利商店吗 说要戴口罩 他就把这个口罩戴着 鼻子剪个洞 嘴巴剪个洞 这不就跟保险套搓一个洞一样没用吗 也不是说一定要这个出门 一定不要戴口罩了 他们的心态比较像是说 我知道这个很危险啊 但是政府呢 你就是告诉我很危险就可以啦 那剩下呢 你应该让我自己去做判断 我要怎么做 所以就是自己想找死 自己爱赌 政府不应该干涉 对啊 对啊 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啦 反正要赌呢 后果就是我自己负责嘛 那我觉得可以赌 那为什么政府要限制我这样子啊 那我觉得这个呢 就真的是 诶 这就是民族性 真的是不管跟任何人比较起来 就一定都还是自由最重要 你政府就是不可以拿 拿走人民的这个选择权 可是规定要戴口罩 这是限制选择权的哦 诶 算啊 就是我应该要有不戴口罩的自由啊 那网路上就有些言论在说 不管是政府还是WHO 都不会比你自己更清楚 要怎么样维持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嘛 你自己要 应该要可以决定要怎么做 那这也是他们很习惯说 要随时记得去限制政府的权利 去限制政府的权利 不然只会让政府越来越嚣张而已 然后呢 刚好现在这个议题 是发生在传染病的防治上面 所以听起来就觉得比较有争议啦 我觉得这就是完全不理性的行为啊 我不管政府的原因是什么 我先反对你不准限制我就对了 而且也先不管这个戴口罩 防范病毒效果好不好 先不管那个 很多时候戴口罩是为了让你自身的口水 就不要满天飞嘛 这又讲到另外一个习惯了 就是对美国人来讲呢 他们比较不愿意为了公众的利益 来牺牲自己的利益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会啦 不过就是相较于台湾人或者是东方国家来讲 那欧美国家这种个人优先心态 其实是比较重的 但我以为他们有一句话是说 这个自由是建立在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基础之上的吗 对 好 那这个是差别 那虽然大家都记得这句话 但是像我们是拿这句话来规劝自己不要影响到别人 但是他们反而是比较常拿这句话来跟别人说 你要干嘛 随便你 但是不可以影响到我 自以为这个前后顺序蹲倒一下 但结果差很多好不好 对啊 所以说他们才会有这些抗争 那我们台湾的防疫措施要是拿去美国 他们一定都受不了了 你看看像我们忽悦要开这个GPS记录 这个健保卡可以查到旅游时 大众运输一定要戴口罩 他们一定都会觉得管太多了 但是事实上就是你做这些有理由的限制 就是对防疫有效嘛 所以代表美国人他们是觉得防疫做得很烂也没差吗 说到底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OK 好吧 但我觉得他们有的行为是很夸张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开枪的新闻 我觉得反应超过度 什么开枪的新闻 就是说什么有一个顾客要进麦当劳 但因为麦当劳为防疫关闭内用区嘛 结果他就不爽向店员开枪 到底有多想在那里吃 那还有一个是不戴口罩不能进店里的对不对 对 我觉得那也很夸张 就是有这个要进店里 然后门口的保全 就说小朋友没有戴口罩不可以进来 就人家就把那个保全开枪打死 我觉得有必要这么生气吗 这是杀人 对 这个是很极端的例子 那不过美国人真的对于这种事情是很敏感的 比如说这个拥枪这真也是 就算现在这么多的这个校园枪击案 但很多人这个美国人就觉得不行 我有拿枪的自由 政府不能够限制我 可不过这我已经不懂 因为坚持到这样的程度已经到无赖了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政府 占了非常大的原因 那之前这个爱国者法案之后 就有政府非法监听人民前科 所以美国人是真的很怕 给政府任何额外的权利 他们都觉得政府马上就会滥用 说白了就是真的有一点会滑坡 但是他们真的不像台湾人 比较相信政府一点 我觉得台湾人好像也不是说 比较相信政府 是我们觉得政府可能比较笨 他们就算拿了我们的这些资料 出国旅游室可能也不会拿来干嘛 大概最多就是把你的手机号码卖掉 就会有一个口音很重的 打电话跟你说 这个基金不错 你要不要买这一档这样 好像差不多 真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那这个国家政府这种制度会出现 本来就是要为了群体利益优先 来规范个人行为 那讲到最后一切的决策 都是为了群体的延续 当然太极端的这个全体优先 无视个人是会有很多缺点 但是同样的 太过于重视个人 也是会有很多问题 那这个平衡 就是政府跟人民之间 都要好好拿捏才有办法走得长久 好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 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关系 有任何意见的话 非常欢迎到网络上来 跟我们聊聊天 我们马上回来